近日,阿里巴巴-09988公布首次按照新组织架构进行的分布业绩报告 集团2024财年首季度业绩稳健 各业务展现新的活力 营收同比增长14%-2341.6亿元 人民币 下同 经调整Abit同比增长32%-453.71亿元 调整后,淨利润同比增长48%-449.22亿元 其中,运智能集团本季度总收入同比增长4%-251.23亿元 在模型社区建设 大语言模型研发 以及支持行业发展等方面取得多项进展 通议签问现已配备人工智能AI 驱动的会议分析能力 开源平台Modelscope提供大量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的模型 工具和服务 截至今年7月以托管预1000个AI模型 累计模型下载量超过4500万次 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勇近日表示 模型训练和推理服务所需要的高性能、低成本算力 为云计算服务的发展打开了全新的空间 相关服务所带来的增量机会刚开始得到释放 亚里云将长期从中受益 集团早前宣布将完全分拆亚里云智能集团上市 而当下的AI热潮或会加快其上市的进程 透过亚里云实现AI模型商业化或能速升集团股价 除受益AI热潮的亚里云外 受益于该季度淘宝银用户流传率上升 及有效的用户获取计划 6月淘宝银日均活跃用户同比增长6.5% 实现连续5个月快速增长 其他业务方面 本地生活集团收入同比增长30% 年度活跃消费者季度还比持续增长 订单同比增长于35% 饿料摩亏损同比持续收窄 菜鸟集团为速卖通Joystick商家 提供成本更低和配送更快的服务 收入同比增长34% 亚里市零售商业整体订单同比增长約25% 零售收入大幅上升60-171.38亿元 大文鱼集团收入增长36% 亚里影业和大默网受位于线下 娱乐活动的需求增长 相信随着新业务架构下角业务的持续发展 集团有望保持核心业务商业地位 值得长期关注